在这有罪的世界里 破碎不是什么稀奇的写照 我们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破碎 人际关系的破裂 叫人失望的事 身体的衰老和疾病 人生的痛苦和苦楚 罪恶所带来的摧毁等等 这些都显明了人生的破碎 但也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破碎的 所以我们需要福音来拯救和医治我们 奇妙的就连在圣经里 我们也看到神的子民也都是破碎的 圣经记载了许多有问题的神子民之家庭 在其中我们看到兄弟姐妹的嫉妒纷争 如同利亚和拉杰 约瑟和他的兄弟们 欺骗就如雅各欺骗父亲以撒 凶杀如同呆银和亚伯 犯奸银如同大卫和巴士巴等等 就连神所拣选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雅各的儿子也是在一个充满问题的家庭出身的 他们的父亲是个说谎的 母亲们也彼此嫉妒 整个家庭在人的眼中是一个很乱的家庭 但奇妙的是 神却在人的破碎中呼召人 拯救人 施恩于人 使用人 虽然以色列家是软弱的 但神依然成就了在他们身上的应许 让以色列真的成了多国的祝福 我们要知道 神怜悯人 祝福人不是因为人完全 乃是因为神爱人 对以色列家是如此 对我们今日的信徒亦是如此 圣经从来不是要告诉我们 神怜悯和祝福信心的伟人 是因为他们很好 或是很有信心 或是很圣洁 相反的 圣经让我们看到 原来神的子民也常常是小性的 不像样的 犯罪的 丑陋的 没有一个人是配得神的救赎恩典的 但他们还是蒙神拯救的 不是因为他们完美 乃是因为神的恩典 所以在人的破碎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恩典和作为 重要的 我们要了解 为何慈爱的神会许可人经历破碎呢 其实破碎是罪所带来的后果 当人离开神和神的保护引导时 自然就会进到种种问题里面 神许可人看到罪的后果 也是为了让人得着警惕 因不想被管教和审判 而就离罪远远的 另外 神许可人经历破碎 也是为了把人带到福音里面 让人发现 原来人自己无法解决自己生命破碎和罪的问题 所以会觉悟到 他们需要基督福音 需要神的拯救 若人没有发现自己有多么破碎无望 他们又怎么会谦卑来到神面前 接受神的救恩呢 所以我们要知道 破碎原来是神彰显他怜悯的好机会 当人愿意转向神时 神能使人的痛苦都化为赞美 软弱都转为力量 虽然人都会经历痛苦 但苦难不会得着最终的胜利 因为神已经战胜死和罪的权势了 所以福音就是我们的好消息 神就是我们在破碎中的盼望 如果神能透过像以色列这么充满问题 又不完美的家族 带来全世界的救主基督 难道神不能在我们的破碎中也救赎我们吗 再来 神许可我们经过一些生命里的破碎 也是为了叫我们能安慰其他世界里受伤的人 正如哥林多后书说的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最后我们要得到盼望 因为人虽不完美 但却是能被赎的 如果我们能因自己的罪和生命中的破碎 而谦卑来到神面前 忧伤痛悔 悔改归向神 神会向我们施恩的 诗篇五十一篇说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 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坦 在以赛亚书六十六章 耶和华说 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 所以就都有了 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 因我化而战惊的人 尤其神所怜悯的人 不单是因为自己的私欲打不成而忧伤的 乃是因自己的罪和无助而痛悔 而需要基督福音的 如果你认为自己的生命很破碎 充满了问题 忧伤和苦难 不要灰心 因为你若呼求神 祂不但能怜悯你 打救你 也甚至能把你的破碎 化为荣耀祂名的见证 另外 今天若你发现自己生命的破碎 是因某个罪而引起的 那要来到神面前悔改 决断弃绝纳罪 然后求神以祂的真理 圣灵和慈爱 洁净和医治你 弟兄姐妹 福音就是我们破碎人类的好消息和盼望了 我们所有的破碎都能在基督里得着更新 但愿我们都从我们的破碎中快快跑向基督 而享受祂所赐的喜乐和自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